讓我們問一下 其實很多人 很多禁忌其實老外問我們 我們也都沒辦法回答 比如說 聽說你很喜歡問人家 台灣人為什麼中秋節 為什麼要烤肉 對啊 這件事情 當然是問我們納豆啦 是這樣的 沒有 中秋節烤肉其實是因為 因為以前一個電視廣告 然後廣告之後就說我們 大家中秋節要烤肉 然後就大家好像就有點被洗腦了 所以變成說中秋節大家都瘋狂的烤肉 那它跟最早的節日其實已經沒有什麼關係 哪個廣告 就是一個烤肉醬的廣告 就是什麼一家烤肉萬家的廣告 那廣告很成功 對 廣告非常成功 然後就變成所有人都在 中秋節的時候烤肉 然後就變得好像 就變成是 好像是大家都要做的事情 等一下 我們老外真的在問 你真的說真的嗎 現在應該是真的 真的嗎 這是這個典故啊 這樣就好就這樣了嗎 一開始中秋節好像紮實又吃了 我們小肉做人 哪有 不是沒有 中秋節烤肉大概從十幾年 二十幾年之前才開始 然後是因為那個廣告很成功 所以就開始他就說 那我們中秋節來烤肉 因為台灣人就還滿喜歡 就聽到什麼一窩蜂 然後後來真的就變成一個習俗 就變成一個習俗了 因為你小時候是沒烤肉嘛 我是從我大概十幾歲 才開始有這樣的習俗 對 小的時候真的 沒有 小老師會跟你小時候是一樣 了解 了解 我們小時候只有吃月餅 跟吃柚子 對 小時候是這樣 還有Stephanie 聽說你不懂為什麼 中元節那個時間不要游泳 對不對 對啊 因為我會覺得說 鬼月 那個時候就是夏天啊 然後我很愛游泳 然後每次我就找朋友 我朋友都說 這個時候不要去 我說這個時候不游 那這個時候又游 來,這個我們一樣問 對啊 請回答 我跟你講 這個要就科學的角度 來分析的話是因為 就是因為那幾個月 那個月很多人游泳 所以就特別容易出事嘛 對啊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那個月游泳就容易出事 就是那個月少游泳 不會游泳 你去一下而已 進修了 進修了一個月 會在程度變這樣 不然是什麼游泳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鬼又為什麼會游泳 鬼門開嘛 鬼門開嘛 抓交替啊 可是這個是真的嗎 對啊,游泳的時候 就會抓交替啊 那是習俗的問題啦 那一個月鬼全部都放出來啦 真的 抓替身他才能投胎 因為我一個朋友 他其實看得見 所以呢 他們看到那個中元節 中元節的時候 不是,他在海邊燒那個金子嘛 金紮 燒金紮 燒了整個事啊 然後傍晚的時候 從海裡面就湧來 就是全部一堆 就是要上岸來拿錢 就鬼道船一樣 他就看到啊 他就叫我們說 全部人不要靠近了 趕快上岸 不要在那邊 因為真的 因為他在燒金紮的時候 會有很多一些孤魂爺鬼 有一年也是我媽媽 我們燒子前給我媽媽的爺爺 也是在墳上燒燒燒 他突然就來一陣龍捲風 之前都風平浪天好好的 可是我們快燒完之後 就來那個龍捲風 把那個錢全部捲到錢上 地上一點錢都沒有 有時候我們就全部 你看我看你知道 他們錢都沒有錢 真的很恐怖 黃百露,各位的老公 你說你老公 我老公他就是一個 那個無神鬼論者 所以他就是比較想求科學的 所以他很多這些他也不懂 所以我們也很少拜拜 都不會有這些事情 但是我們家附近就有一個 好像也沒有很近啦 就是那一區就有一個廟 然後他有時候會有三太子 他們會出來表演 然後我們有時候會在路邊 就看到他們在休息 或是他們在練習 他們的舞步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老公就會說 怎麼那麼可愛 怎麼會有台灣版的名 然後數的那種玩偶 就是我們可以去跟他拍照啊 然後我們去跟他聊天 結果很多都是年輕人 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說 這個可不可以借我帶一下 然後馬上就不行啦 你又不是那種譬如說被神指定的人 或是有把揹 所以這一點對他來說 就覺得好奇妙 你們就是 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民族這樣 其實過年的時候 大家除了一些洗廚之外 還有過年過節 又吃到的一些美食 現在要來看大家對這些食物 有沒有了解 因為我那時候很懷疑 就是台灣是拜拜的東西 要放那麼久嗎 沒有啦 應該沒有 我們過年有吃過什麼 聽說吃到牙齒壞掉 吃水餃 吃水餃 過年的時候不是有一個遊戲嗎 包錢的 對 然後包錢裡面 然後如果你吃到有錢的那個 很幸運 你就很有運氣對不對 對 可是我不知道我們在玩這個遊戲 然後搖進去 然後牙齒破了一半 然後因為 後財了也 對 然後都一半 然後就說 你好幸運 我幸運 你看一半好痛好痛 幸運 幸運 還有牙齒一個都沒有開 五六天喔 不能吃 很幸運 對 很開心 真的 不過這個是吃年夜餃子的習俗 對 對不對 過年過節大家一定會 我們台灣人很喜歡去聚家裡吃飯 對不對 有沒有什麼一些習俗 是讓你覺得真的有點難懂 前一個月就開始準備東西 覺得很忙 準備很久 對 準備很久 因為我小時候在越南 就是前三天準備就好了 可是後來我才知道 因為 後來大家過年都沒有賣的 賣吃的 沒開 對 沒開 問一下潘麗美 每個菜都有意義 妳聽得懂嗎 妳看得懂嗎 過年的年菜對不對 年菜都有 年菜啊 我很喜歡 他們說 年年有魚啊 吃什麼 年年有魚是吃什麼 就是 所以這樣喔 答對了 感動 年年有魚是吃魚 OK 好 對 還有年糕 年年要高啊 年年... 步步高生 步步高生 是年糕 對 又答對了 這有 所以我滿喜歡顧年菜 可是 我不喜歡的就是有一種 年年的像說海什麼 海參啊 對 海參 年年那種的 海參 對 那個我不敢吃 你知道有一個道菜叫佛跳牆嗎 很好吃 沒有 太好吃了 那個我不知道 我沒有吃過 沒有 可能有吃過 就是不曉得說是他認明 我老公那時候吃佛跳牆 那一道菜上來 他就說 怎麼剩下的菜啊 然後都丟在裡面 他就說 這東西可以吃嗎 剛剛是他收水很好吃 不是 因為佛跳牆 不是東西什麼東西都加進去 蛋啊 沒有 而且他那個是那種台式佛跳牆 有加芋頭 對 所以看起來又糊糊的 對 狗狗的 所以他第一次看到說 這個是不是收水 我說不是啦 這個是很好吃的佛跳牆 對 我老公那時候也是說 那時候你不知道客家菜 有什麼粿 什麼粿 紅骨粿 他說 這就是那個 然後冰在冰箱 然後你也拿出來吃 我就說 好 OK 外國人OK 外國人好像比較沒有這種 黏黏狗狗的一種 對 他覺得就是 冰過的口香糖啊 然後 我就想說 他以為是QQQ熊嗎 我都不想吃了 像我們家就會滷一些 豬耳朵 豬鼻子 豬舌頭滷一大鍋這樣子 牛腱什麼什麼的 那我老公 如果你不跟他講那個是 豬鼻子 豬舌頭 其實脆脆他吃還OK 可是你跟他講了以後他就會 那個我不敢吃 對 然後還有雞爪子 比方說整隻雞 不是把腳放進去嗎 不行 他只要看到那個爪子是黑色的 他那一鍋雞湯都不動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那個雞爪子 都踩那個雞大便 對 你把他拿去吃這樣 本來我們也很想吃 被他這樣一講 我們也不敢吃 對 對 他太清醒了 對 那個鴨腦 北嶺烤鴨的鴨腦 那個白的 我兒子超喜歡吃那個腦漿 對 我老是 這是我兒子 這是我兒子 好可怕 好可怕